音樂一下 動起來 跳起來 身體搖擺 跳舞是不少人喜愛的運動 不但能讓心情愉悅 還有研究發現 居然可以預防失智 幫助記憶 你會讓自己身體去記下動作 提升你自己的集中力 反射能力 然後要去一直去記下一步 訓練記憶力的方法 蠻常聽說打麻將的 過去不少人的印象是 打麻將可以訓練記憶 但醫師說根據臨床實驗 跳舞更有效 快走跳舞研究當中 確實是能夠強化他的腦部神經 不是說一定要汗流加倍 對於音樂 其實有刺激很多很多的 我們的系統 醫學研究跳舞牽涉記憶 社交和腦部活動 選擇喜愛的曲子 每周跳舞三次 每次30分鐘 不管快歌還是慢舞 都能有效幫助提升記憶力 對妄動妄息的人 能預防失智 而對實質症患者來說 則能延緩病程 只要還動得了 沒有肢體障礙 持之以恆 跳起來就對了 記者許醫師說 記者許醫問王世函 台中報導